Hello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今天我们来学折一个David Brill设计的火柴盒 这只火柴盒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作品 它需要用一张1比3的纸来折 我是把15厘米的纸裁成了三分之一 折出来的成品就非常非常的小 建议大家用大一点的纸 比如说就是用A4纸裁成1比3的大小 成品就会稍微大一点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个火柴盒我用的是15厘米的文艺良品的纸 首先就是裁出这个1比3的纸 先标记出对角线的这一小段 然后呢这个边的终点标记一下 之后这个终点连接右上角 这个焦点就是一个三分之一点 从这个点拆出1比3大小的纸 首先从白色这边开始 还是从这个三分之一点 把这张纸折成三分 然后这两份再分成一半 在另一个方向做四等分 之后左边这半往后折 这个边朝着这条线折 另一边也是一样 然后沿着这条线 把这个边往后折 之后呢这里这个边朝着这两个点折 这块纸层 这块纸层沿着这个边折过来 这块红色的纸层也是沿着这个边往后折 接下来这条边朝着这条边折 捏出一条折痕 捏出一条折痕 另一边也是同样 然后这儿沿着这个边 在这半上面沿着这条折痕 之后沿着这条线 把这块纸层往右折 后面这块纸层这样子折 使得这条折痕和这条折痕对齐 然后这儿沿着背后的边做一条折痕 右边的边朝着这条折痕 然后右边再折出来非常窄的一条边 这里要做出这个火柴的头 把这块红色的边往外翻 之后沿着这条线 把这块往左折 然后这里沿着背后的边再折一下 之后再打开 沿着这个边把它这样折成90度 然后这里需要做出这样的斜的折痕 然后把这块白色的纸层往中间合上 左边也是 之后呢 之后呢再做出这样的斜的折痕 把这里白色纸层打开 然后把这条横线做成山线 就是把上面的这一块往背后翻 变成这样 然后这里要做出这样的斜线 把这块盒子再翻上来 上面沿着这里中间的折痕往下折 这块会变成火柴 然后呢这里这半是会需要立起来的 底下的这两片纸层分别 右边和左边都翻上来 做成一条火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之后呢再把这半纸层沿着折痕往下压 放到火柴盒子里面去 然后呢上面的盖子需要把一半塞到另一半里面 这里为了好塞一点 我想要把其中一半给折得细一点 这样火柴盒就完成了 可以这样子把它给拉出来 塞进去 随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再评论区六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Woo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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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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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